我剛剛其實也蠻認同 有一個講的 就是說主流可能會換 但是我覺得明年AI還是主軸 那換換什麼 就是AI伺服器它可能不會長 因為長多了 那會往哪邊走 可能往AI手機 AIPC 還有這個AI PIN 人型機器人 智能居家 跟網通高速傳輸的部分 那什麼叫AI PIN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應該算是 革命性的產品 最近才發表的 它是由新創公司Human發表的 售價大概699美元 大概2萬多美元 它就是一個可以 別在胸口的 它可以當作什麼 隨時自動翻譯 就是你講英文 然後翻成中文 它自動偵測 對 它就是自動幫你做翻譯 另外它可以播放音樂 而且播放音樂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有一個類似這種3D投影的 聲音泡沫會出來 什麼意思 會在那邊轉 就是你在播音樂的時候 會有個球在那邊轉來轉去 對 就是那個畫面還滿厲害 有動感的感覺 對 有動感的感覺 另外來講的話 它可以分辨食物的營養成分 就是說你給它看這個堅果 你告訴我蛋白質多少 它都會回答你 然後另外你也可以用嘴巴 去傳訊息 打電話 比如說幫我打給友明哥 對不對 它就是自動播出去 然後就可以用嘴巴來做控制 然後甚至它也可以錄影跟拍照 它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盒子 然後也可以投影在手上 好像是iPhone跟iPhone Watch 這些東西的結合 對 結合 所以有人認為 有人認為它這個可能是 iPhone的殺手 殺手級的產品會出現 這可能會改變人類未來一個 穿戴裝置的一個應用 所以在這個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中國大陸最近來講的話 有一個叫博碩科技的 因為它是做它 這個外觀的部分來講 你看股價的投產線已經飆了一倍 目前來講整個供應鏈 市場琢磨還不多 了解還不太多 但是我大概幫大家整理一下 一些方向可以去留意一下 因為它是用高空交流的晶片 那裡面一定來講的話 它會用到P-MIC 甚至是WiFi器的晶片 因為它需要高速的傳輸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後面有一些乾年股可以留意 那在語音升學的部分 因為它裡面有麥克風 要接收一些語音的部分 來講的話 玉太跟鈴聲 鈴陽可以做留意 然後3D全息投影 這是一個要創新的技術 裡面有台達電 瑞軒跟陽明光 然後鏡頭部分 因為它有兩顆鏡頭 所以鏡頭來講的話 可能未來也會受惠 然後包括觸控IC 因為這個地方是可以做觸控的 然後包括手勢的控制 這個觸控IC 有三家廠商可以留意 那目前來講 這個裡面的概念股 最近來講比較強勢的 我認為有機會 未經在第一檔剛上來的 電源管理IC的細力KY可以做注意 因為PIMIC已經開始 有開始做一些好轉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低價來講的話 2369的鈴聲可以注意 因為它就是什麼 電源管理IC的封設廠 以及它是國內MENS 就是那個麥克風 體積小麥克風的一個封裝大廠 所以結合這兩個條件的情況之下 最近股價回測過後又轉強 我覺得後續是可以做個注意的